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的BA生的家长 帮我们讲几句话 长举路关我们邀请我们洪一新的妈妈 哇 她有一个小子就睡着了 我想她多生意她也生三个 我也生三个 所以现在生一个人请你们加油 这个是我们最小的小子 大家好 我是长举路关系 很高兴也很高兴 这是大家毕业生长的支持 首先我们要先谢谢陈先生的园长老师 提供这么优质的学习环境给我们的宝贝 然后也要谢谢老师们细心呵护 那我们的宝贝可以多人开开心心的上学 快快乐的回家 然后也祝福我们毕业生的小朋友们 到了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挑战 不用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成年中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们 各个都是为小本事 不怕困难 不怕危险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祝福各位聂业生的请客 各位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恩兴的妈妈 再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刚刚刚 你们的工作好紧张 来带来我们企业班的家长 很值得了吗 哇 我们给她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在场园长 各位老师大家好 还有家长大家好 那我是七二八恒之的妈妈 我真的非常荣幸啊 能够在参加孩子第一场 今天中第一场的第一个中志气 那当时我跑遍所有的巴黎的幼儿园 那当时我跑遍所有的巴黎的幼儿园 就要去横子找一个幼儿园的时候 千刀万选 就选了人文 那因为我非常喜欢幼儿园 去中孩子体能的训练 那还有这个环境 那到了入学之后 就让我发现更多我很喜欢的地方 很欣赏的地方 那我记得横子刚刚上小班没有多久 有一天回家 突然就表演那个折衣服跟脱衣秀给我们看 然后我跟爸爸看得真的非常开心 然后就差点起集而起 那让我觉得 在不知不觉中到现在 孩子们就学会了 不挑食 有礼貌 然后骑坐加息 爱运动这一点 那真的是我十二万分的 感谢老师们辛苦的教学 然后还有教教师们的教育方针则 谢谢大家 那在这里我有一点点真心话 要跟所有的家长分享 有的人说 幼儿园的老师是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 但我知道不是 其实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 是我们自己的父母 所有的生活常规 不管是吃饭 穿衣服 上厕所 礼节 最重要的训练者是我们家长自己 幼儿园老师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协助我们过得更好 对于老师们的指导 我们真的只能感谢 感谢 再感谢 那老师们的专业 我们最好就是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我要再次感谢所有 人文幼儿园的老师 还有园长 在目前他们这么艰困的 幼儿园里面 遵守岗位 忍受我们这些 有的时候很白目 有的时候很恐龙 那有的时候又很玻璃性的家长 真的 说再多次的感谢 我都没有办法表达我心里的 万分之一的感谢 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哇 人字妈妈的这番话 让我都觉得 我都不想要怎么讲了 嗯 接下来是我父亲了 那因为我觉得 妈妈也讲到重点了 其实 所以小朋友第一个老师真的是 是我的爸爸妈妈 那我也知道 很多家长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她说 哎 爸爸妈妈 小朋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需要感激的地方 那家长第一个讲到就是 吃饭的问题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那其实小孩的口味就是谁 都是我们家长养成的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们大家需要去努力的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再分享一个 我那天看了一件文章 她说呢 我们的人生呢 只有三样东西呢 会越来越少 哇 我看了以后 她说第一样呢 来小朋友 我讲话都不可以玩 这样我没有办法讲下去 我也很怕你掉下来 好啦 第一样呢 就是跟父母的相处 时间会越来越少 我看了都觉得真的 我觉得 我们的父母 其实就是为人 越来越大 因为 其他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觉得 有点激动 因为我们真的是 我们自己的父母 上一辈的 你的机会 真的是越来越少 讲话的时间 你抱他的时间 我不晓得 我自己 后来回想一下 我自己长这么大 我好像印象中 还没有 就是 应该没有亲过 我爸爸脸颊一下过 然后呢 因为他也 往生十三年了 所以呢 在场你的 父母在你旁边的话 我觉得 你赶快帮他 抱他一下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你跟他 对话时间 也会越来越少 然后第二个呢 越来越少的事情 是什么 你跟你的小孩 人相续的时间 也会学的时间 越来越少 对不对 这也是事实 他们慢慢长大了 可能到包装的时候 就 就不会再跟你了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两样东西 真的是 不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再来呢 第三样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也会学着我们的年纪 越来越来 不健康 你不能说不健康 那这三样东西呢 真的不会学的时间 越来越少 那我知道大家呢 都为我的小孩 付出很多 可是相对呢 你要替自己 我们要有 快乐的身心 我们的小朋友 才会快乐 我们的父母 才会放心 你们说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 真的是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真的是感受 真的很多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家长 回去的时候呢 跟你的爸爸妈妈 或是公公婆婆 说一针谢谢 然后呢 当然可能公公婆婆 你也不知道 还是亲他什么的 那我觉得 跟他道一针谢谢 然后对我们的长辈呢 说一针 自己的爸爸妈妈 可以抱他一下 假如说可以的话 亲他一下 也可以 那对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呢 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 要教我们跟你说什么 谢谢 知道吗 我们的付出那么多 可是小孩子都认为的是什么 应该的 对不对 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 可是我不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不是应该的 好 让他们懂得感恩 好 再来呢 我要再分享一件事 这是我们地球软化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 北极球好像真的快点 有批发不住了 好 地球就这么一个 虽然现在很多 追求在身上 再找另外一个星球 来让我们居住 可是 当你可以去那颗星球的人 应该也轮不到我们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安护我们这个地球 那可以 大家说资源回收啊 不要浪费的 我们就不要浪费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那就跟你们分享这三样东西 那刚刚也很谢谢 恒之妈妈 跟这个恩心的妈妈 对我们学校的鼓励 还有讲那么多好听的 那我们会这样努力 那我们的学校呢 今年的外场 外场会做改变 今年的外场会做改变 然后也很希望 将来有任何问题 可以跟我们讲 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看他们 他们都靠我讲的话 那再来 打一点广告 我们有一个补习班 我们有一个补习班 然后呢 有说安心的小朋友 那有需要的家长呢 欢迎你们随时来询问 可以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那当然呢 我以前 我记得我往年都会讲什么 3C产品 对不对 对小孩子的不好 现在所有的报道媒体 我们其实都在讲这个 所以我就不讲了 那我希望家长自己还是要记住 3C产品对小孩子的问题 就产生的影响 好 谢谢你们今天的参加 那我们等一下 还有节目喔 不是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